高雄吃的那個呢 很像是 說他好特別喔 感覺還少了一個東西 怎麼會有配 北部沒有嗎 怎麼 太令我驚訝了吧 大家好 我是小燕妹 歡迎收看我們今天的 道友寶來了咩 按照時間來看呢 已經差不多也要過端午節啦 端午節要幹嘛呢 當然就要吃粽子啦 我們今天呢 特地有一家 從高雄特地買上來的 一家呢 是從台北呢 特地拿過來的 到底兩邊差在哪裡呢 我們先來看一下 首先呢 高雄非常可愛的迷你粽 就是在我手上館這個 一顆呢 也才十塊錢而已喔 那另外呢 台北的話呢 就是我右手邊這個 這樣的大小呢 是七顆一百塊 平均下呢 一顆是十四塊左右 說真的 也不算太貴 以外觀來說呢 台北略取勝 那麼貴到方面呢 到底是如何呢 我們來實際 打開讓你們看一下 小顆的高雄粽 接下來北部粽 我真的很少在高雄看到 這個顏色的粽葉耶 我剛才來講說 嗯 這個是粽子嗎 為何 跟我高雄看的粽子 感覺不太一樣 看起來有點豪華 亮晶晶散亮亮 感覺吃了會有甜 好 我們先看一下外觀好了 欸外觀看起來 我好像比較習慣 像這樣的外表 因為它的米 它的糯米的感覺 就是已經好像很軟爛有沒有 這米米啊 然後軟軟的 然後那個油亮油亮的感覺 就是一整顆會吃得到那個 粽子的香氣跟油油的感覺 那北部的話呢 你知道它的米粒 就是有一種 粒粒分明的感覺 這跟我印象中的不太一樣耶 那說真的它真的還挺大顆的 來看一下內容物到底有差在哪裡 喔 好軟喔 這就是我在高雄粽子的感覺啊 軟軟的綿綿的濕濕的這樣 然後裡面看起來就是 糊糊 不是糊糊啦 是很綿密的口感的感覺 然後裡面呢 有一塊肉 還有呢 香菇 裡面還有很多的偷刀 但是裡面呢沒有蛋黃 好 再來看看台北的 台北的比較紮實 高雄是一肚子 就是軟軟的那一種 然後台北的很紮實耶 內容物呢有肉 也是瘦肉 這個跟高雄這個是一樣的 然後呢 除了肉之外呢 還有料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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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像沒有料耶 喔 所以以這個環節來說呢 剛剛比的大小的話呢 是北部贏了一票 那以內容物的話呢 是高雄贏了一票 接下來呢 這個比較決定性的呢 就是在於它的口味啦 吃一下高雄熟悉的味道 只有醬油的香氣啊 香菇的香味啊 都集中在它裡面了 很濕潤 而且可以完全的一口一個 沒有負擔的感覺 你知道我們今天買這個啊 是北海岸喔 就已經是最北最北最北的 那一間的肉掌了喔 好紮實喔 剛剛高雄吃的那個呢 很像是濕潤的米糕 這個就是 很紮實的糯米 味道上面的話 高雄的比較濃耶 它這個醬比較偏淡一點點 因為我剛剛吃一個 太濃郁的口味了 那偏淡的 有點吃不出來 糟糕 我吃大口一點感受一下 因為PCR也還沒有味覺喔 我鼻孔確定吃完之後 它只有一條線而已 你是剛剛的味道太濃郁了 你是這樣子 北部種都用 桂竹葉 喔 原來這個是桂竹葉啊 所以南部種都是用 麻竹葉 整體來說它的味道 就沒有這麼的濃郁 這可能需要靠一點醬料 如果你跟我們要是吃重口味的話 你就需要靠醬料了 所以身為專業的我們 學生攜帶個醬料 這時候必須靠它 不知道 全新的 來呦 喔 感覺還少了一個東西 就是花生粉啦 來 燒花生粉 其實沒有 怎麼會有配花生粉 北部沒有嗎 沒有 只配甜辣椒 怎麼 真的 北部不加醬喔 太令我驚訝了吧 會加醬啦 不會加花生粉 我們去試一定要加花生粉啦 而且花生粉想要加多一點 但最近因為原物料上漲 所以有的店家 如果你花生粉要多加要給5塊 我看加的會不會好一點 使用心得 不要加太多 好鹹喔 這是超商買的 問的套路是哪一間 好鹹 好不好 果然是 住貫南部的南部人 比較習慣南部粽 原來呢 台灣小小一個 但是呢 飲食文化南北 真的是差的有點多耶 所以我現在叫你們吃粽子 加花生粉你們會習慣嗎 奇怪 真的嗎 不是沒有花生粉我才覺得奇怪耶 我才奇怪 沒有才奇怪耶 今天呢 兩邊喔 一樣都準備了30顆 真的好好的享受一下 什麼的南北粽 它真的就是一口一個 很有味道喔 這間 另外它是高雄名店 因為它這個味道就是很濃郁 然後呢 你也可以不加醬 如果是台北的朋友 不喜歡加醬的話 吃這個剛剛好 因為真的不需要加醬 它的味道真的好濃喔 以粽子來說 我們還少收集的一樣 原著名的吉拿褲 吉拿褲也好吃 我覺得吉拿褲好好吃喔 然後有些人 因為它每一家的 自己家包的口味都不太一樣 然後有時候我吃到 裡面包的是滿滿的肥肉 然後我媽 那個豬肉的香氣 配上那個糯米的味道 是不是它好特別喔 我們山東的習俗是 晚上十二點整 要再聚在一起吃一次晚餐 然後就是把剩下的飯 都拿出來再熱一次 然後一定要吃水餃 這比較有黏黏有餘的意思 我們家是十二點就吃水餃 你家也會嗎 就十二點是吃剛包好的水餃 對… 其他就不吃了 我還是把晚上的奶一起吃 從小到大就這樣 因為有妳的罐子 而且如果在南部呢 吃肉粽的話就肉粽店 一定基本盤都要吃哪個味噌湯 肉粽是味噌湯 對啊 不然你們配什麼湯 四神湯 對啊 四神湯 我們一定是味噌耶 四神也有 但是大家普遍都會味噌 就不會在陳德鲁 該不會叫阿蘇 而且那味噌湯很便宜 你在店內用一碗才十塊 我端午節哩 都會做什麼事啊 就看看華龍舟 吃吃粽子 我就沒了耶 妳不會去瀝蛋喔 不會耶 講得要多回啊 至少瀝過一次吧 我這一次都沒有耶 它是什麼蛋都瀝得起來嗎 我忘了是氣勢朝上還是朝下 氣勢要朝下吧 我都不敢說 我也沒力過 你最喜歡的男明星是誰 最喜歡的男明星喔 會透露年紀喔 想到了 那個誰啊 然後看到二個男主角 他什麼名字 喔 真的錯 這樣真的錯吧 你只都叫不出來 還偶像 他有是演那個電影啊 虎爺那個 好好看喔 我覺得收工 一定要去買個大肥肉 獲賞自己一下 以後如果有誰問我說 你最討厭的食材是什麼 我一定會說瘦肉 瘦肉是甜甜 一口中 聽到我肚子的聲音嗎 太誇張了吧 怎麼這麼大根 我當時像這樣大小的種植 真的還不錯耶 可以當點心吃也好 然後像少媽媽最喜歡的呢 就是逢年過節 到以前 色爸爸還是當刑警的時候 我們家逢年過節喔 假如那個時候要適合吃什麼 我們家就有很多那一類型的食物 但少媽媽通常這個東西呢 她都覺得 喔 少媽媽不愛吃 所以通常這種東西 會在什麼時候出現呢 就是我跟我哥的早餐 然後一大早吃的時候 有多麼的 中秋學的時候 棗泥 蛋黃的那一種 然後我就覺得 我的大樂王的實力 是被少媽媽練出來的 因為以前呢 最早的時候 都算有四四方方 這麼大一塊 我跟我哥 一人一塊當早餐 配上熱牛奶 大家會有什麼 應景食物 但是是你最討厭的嗎 譬如說我剛剛說那個什麼 棗泥蛋黃月餅 是我最討厭的 你們會討厭什麼呢 尾牙的時候吃掛包 蛤 真的嗎 蛤 為什麼尾牙要吃掛包 它有掛包就是這個 你一趟可以吃的東西 因為它有特別在尾牙的時候吃喔 這也太特別了 以前我不知道春捲就叫潤餅 然後有一次我去台中 跟我姐姐他們出去的時候 吃飽飯了 然後我說欸我潤餅耶 那我要吃一個 他說你沒吃過嗎 我說我沒吃過啊 然後拿到手上 那不是就春捲嗎 我菇肉刮文 然後說到過年包餃子 我真的真的吃過一個 好好吃的麻辣水餃 它裡面的那個水餃的辣 是用那個潮天椒下去炒 然後拌在料裡面下去 做成那個水餃餡 超好吃的 就現在居然沒有賣了 然後我都再來沒有吃過 這麼好吃的麻辣水餃了 它不是靠外來的沾醬喔 它就是內餡裡面自己的辣 然後你可以沾醬 你也可以不要沾 就吃這麼好吃 結果現在都沒有賣了 所以大家如果知道 在哪邊可以買到 好吃的麻辣水餃 歡迎留言告訴我 我的紫菜湯喝完 我還有第二杯 還有米龍湯 好了 最後一口 完成 南部粽就是先把它 就弄好了之后下去炊 炊到原本的味道就挪缩在一起 那北部粽的话呢 这间我们买的它是七颗一百的嘛 那真的当小颗来说呢 南部粽的东西比较多 因为它有香菇 有瘦肉又有花生 那么这一家呢 它是先炒过 然后里面有慢慢的红葱头跟胡椒 然后里面大概就是两块肉这样子 看自己喜欢咯 那我今天呢 就还是吃习惯我从小到大的 这个南部粽 那你们喜欢哪个粽子呢 或是你们还有吃过哪些比较好吃的粽子 要介绍给我们的话 也可以在下面留言咯 好啦喜欢这一集粽子特辑的话呢 请别忘了要分享 按赞打开小铃铛分享出去 上里面就通知你们咯 那么我们就下次见 bye